最近几天备受关注的浙江宁波镇海区因化工厂扩建项目引发万民抗争 28号再度升级 为平息民愤当晚当局宣布永久终止项目 但民众不相信再与警方爆发了大冲突 近年来大陆各地因环境污染项目上马引发的群体事件频发 分析指出中共官员不顾污染环境 执意上大项目有两个原因 一方面是升官就靠GDP的绩效 第二有项目就有腐败的机会 林波镇海区上万民众经过一周的激烈抗争 28号早上当局仍态度强硬 坚持要新建PX污染项目 同时继续调集大批武警特警增援 镇压抗疫民众 早上7点左右数百名抗疫民众前往林波市政府 要求林波市长刘琪面对民众 他们高喊 刘琪上台反我林波的口号 要政府撤回特征大工厂计划 并要求当局释放之前被拘捕的抗疫者 同时有数千名抗疫民众齐集市中心 一些民众戴口罩和手持标语抗疫 当局派出数百名警察到场戒备 双方在此发生激烈冲突 有民众被抓被打伤 下午 示威规模进一步扩大 越来越多民众到市政府门前抗疫 全市多条主要道路都有抗疫民众在游行 导致交通一度瘫痪 全市公交巴士几乎停时 浙江 江苏 上海等地也有民众呼吁 前去正海区声援 为平息事件 林波市政府28号晚 通过当地电视台和微博发布消息 坚决不上PX项目 练化一体化项目前起工作停止推进 再做科学论证 但民众不相信再与警方爆发冲突 29号 林波市民林先生在接受新唐人采访时指出 当局声称不再上PX项目全是骗人 目前民众抗疫已暂停 但特警仍未撤走 北京宪政学者陈永苗则认为 地方当局上这种化工的大项目有两个因素 一是升官就靠GDP的绩效 第二个 有项目的话就有腐败的机会 地方的政绩的这个绩效 它是根据GDP来创造的 所以光源为了升官 那么它就得不断的上项目 还有一个因素就是 如果有不断的上大学的项目的话 那么它就有一些回抗 有一些腐败的这种机会就来了 我觉得就是它不顾名声的 近年来大陆各地环境群体性事件频发 去年8月大连辅加大化PX项目 也曾引发万民大冲突 大连政府决定项目停产搬迁 但目前这个PX项目仍在正常生产 且后期又新投放70万吨产能 今年7月间四川十方江苏启东 也相继发生了因环境污染项目上马 而爆发的万民大冲突 最后都在当地政府宣布项目停产下平息 《新京报》报道 26号 中共环境科学学会副理事长杨朝飞说 自1996年以来 中国环境群体事件 一直保持年均29%的速度上升 但真正通过司法诉讼渠道 解决的环境纠纷不足1% 美国汉莱乌筹备委员会主任何者指出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 与中共利益集团和法治不健全有关系 何者指出 如果一个政府不作为 民众受害又没有出路的时候 最后的结果必定是民间的反抗力量来摧毁它